香港中文大學的文學院是相當多元化 還有很多豐富的科系 我們總共有十億個科系 包括中文系、英文系 日本研究系、現代語文和語言學系 還有翻譯系 這些都是屬於語言的範圍 另外有些是屬於研究社會和歷史 包括人類學系、歷史系、哲學系 和文化研究及宗教研究系 我們還有兩個系 專門研究藝術 一個是藝術系、fine arts 另一個是音樂系 裡面都有很多學術研究 但也有很強的藝術或實際方面的訓練 人民的精神來說 關心除了自己之外 就是別人 或者社會、團體、大鱷 人民的精神 從自己出發 將關心推開到一個全體 或者更大的群體 這種精神我們一直都強調 文化管理正正就是透過審視文化本身 作為一個意識形態互動的場域 怎樣我們理解到文化的意義 香港由於它的殖民地歷史背景 以及它作為國際都會 以及法定語文的幾個因素 所以香港的翻譯教學 主要是中英語文的對應 我們整體的教育理念 是希望通過中國語言及文學的教育 讓我們的畢業生 是有一種欣賞世界的能力 亦都是了解自我的能力 這一種是誠意的教育 I'm being able to speak and write correctly not pedantically but not to make howling errors is kind of really important 你問很多同學 我想一個highlight就是我們去Field Trip Field Trip其實就是一個實地的語言考察 我自己讀過的就有講日本留學文化 有些就是講日本的ACG 即是動漫的東西 所以其實那個的範圍都很廣 其實我當了音樂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其實已經離不開了 所以我覺得在大學選一種 因為自己喜歡的科目來讀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就立即要讀音樂了 我很平衡自己是選擇 不是選擇 被迫讀了藝術 而我看到那個天空更加闊 I think for me anthropology is really a very interesting discipline It's all about culture, you know Because we will go to the field side If we interview people, we interact with them We talk to them And understand their life 其實都是自己心靈裡面 覺得越來越開心 越來越明白到 宗教不是一種迷信 不是一種落伍的東西 而是可以解釋到 為什麼人會有一種依靠 讀完文化研究之後 我會想起究竟這些現象 是否一定會出現 以及我們現在的急速發展 是否一定會對我們好呢 每一個時代的人 是怎樣生活的呢 生活習慣 生活方式 或者社會的制度 各方面的東西 有什麼不同 怎樣演變 為什麼我們現在會走現代 更西方這一套 其實 之前經歷過什麼事情 就會在公共歷史上 會有些懾念 當看了自我書 雖然未必直接關閉到自己的生命 或者道德 例如港南什麼道德 他覺得理性的 應該怎樣想法 或者邏輯學的這些問題 會令到人開始學習 或者換成到人的理性運作的能力 真的會有些啟蒙的感覺 我可再無以後的大海